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的味道 味道这么熟悉呢 啊 这儿呢 就是它 一探望京小腰 一股烧烤的味道 走 尝一尝一下 看看有没有家的味道 大家现在人不多 老板娘说得十点之后才能上 这边夜生活比较丰富 刚才找了一下 她家在美团也有 两人通餐是106 咱们看一看呢 在首度花106能吃到什么 吃目以待吧 来吧 串已经上来了啊 看一看 咱们先看一看这串啊 这个串啊真是超乎我的想象了 非常大 这个串量非常大啊 这里边有望京小腰 在北京非常出名 望京小腰啊 因为很多年历史吧 原来啊 是路边摊 发展到现在已经很多家烟锁店了 在北京非常出名 这是大午花 串还是很实在的啊 非常大 它这串啊 我真得给点个赞 这个个头啊 我以为非常小呢 上来之后 这个个头非常大 非常实在啊 还有这个啊 这个叫花葛 花葛 它这个叫花葛 还有烤茄子 上面啊是蒜蓉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茄子是蒸熟之后烤的 还有啊 两个面包片 还有一个点料 墨 还一盘墨 没了 就这些东西 两个操材 106个钱 啤酒是花钱的啊 7个钱一瓶 来吧 咱们尝一尝 先尝尝这个小腰吧 旺京小腰尝尝如何吧 真嫩的 看看 大家看看啊 这是包裹的一层油啊 可能是牛油 这牛油吃到嘴里真香啊 而且啊 这小腰呢 稍稍有那么一丢丢的小烧味 味道真不错 之前呢 我们在东北啊 吃这个小腰 个头啊 又比它小 烤的又比它干嘛 我觉得啊 都失去腰色的精髓了 而它这个啊 外边包裹了一层牛油 起到了一个花龙点睛的作用 吃着非常行 它这个串啊 是喂料的啊 口啊稍稍有点重 来 尝尝鸡针 这也是鸡针啊 嗯 鸡针呢 大家都知道 口感呢 是耿啾的啊 有点耿啾的啊 有点耿啾的 这叫台牙 台牙的味道啊 也是味料啊 味道基本上都差不多 这个叫大五花它们这啊 我看就是猪的五花肉 看着非常腻 我不知道吃着怎么样 来尝一尝 撒着一层的辣椒面非常辣 带肉皮的 肉皮非常硬 但是五花肉非常香 这肉吃着挺嫩 这瘦肉的地方啊 接近于牛肉的味道 而且啊 味料的味道挺重 吃着非常香 无论是小腰 还是鸡针 包括这个五花肉 料香味都非常重 咱这北京啊 也是腌制这个串啊 我以为北京不是 咱们尝尝它这个花鸽 咱们尝尝它这个花鸽 花鸽 大肉 味道不错 这个就是辣炒出来的啊 辣椒非常辣 而且啊 它在吃着啊 你看看 这肉非常饱满 吃着一点都不压身 吃着一点都不压身 这道菜啊 量还是很足的啊 除了壳就是肉 它呀 绝对不是来凑数的 味道还是可以的啊 它这个茄子是蒸的 这蒸出来的啊 口感绝对没有烤出的那个口感好吃 但是啊 这样吃绝对不浪费 因为啊 烤出来的茄子 皮都烤糊糊了 吃不了 这个全能吃 但是你看这个蒸出来啊 水分大 这茄子啊 我还是爱吃烤的 这么吃啊 水都把茶 甜的 蒸口的啊 好粗味 总体来说啊 挺好吃的 听别人说呀 北京蒸口不好吃 这不挺好吃的吗 我发现我呀 不管到什么地方 都能找到一些非常实惠的地方 我这个地方是闻闻来的 美食绝不独享 价格必须厚到 吃完了啊 今天呢 我们点了这些 加上面膜片 一共是22串 22串 22串加一些小菜 这个套餐内的是 两个人是足够了我看啊 但是 不能喝酒 喝酒就不够了 不算喝酒 是106元 吃这个味道啊 还算可以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过来品尝一下 我呢 现在着急赶车 一会儿啊 车站见 拜拜 此次北京之行啊 比较仓促 也留下了很多遗憾 拍了一些美食啊 也只是九牛一毛 但是呢 每次离开北京啊 都有一种第一不舍的感觉 因为呢 北京不仅仅是首都 也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家 最后啊 套用一句歌词 北京欢迎您 走 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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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dliyor